此刻一个可怜巴巴的小鬼头 害怕地蜷缩在墙角 唐卡上前轻轻地向起脑门 来了一个脑瓜崩并调侃道 小布点 你刚才不是挺狂的吗 这个世界还没有我捉不到的灵呢 而这个小鬼头 一脸委屈地捂着自己的脑门 接着 他眼中开始泛起了泪花 然后小鬼头开始坦白自己的故事 而这小鬼是很久远的一种妖灵 他们天生胆小懦怒 他们唯一的生存能力就是隐秘 他一直留在这里的原因 就是为了等原来住在这里的瞎眼婆婆 他一五一十地将自己的经历讲了出来 可就在他说得越发动情的时候 明白事情原委的唐卡 直接温柔地制止了他的演讲 只见他掏出手机 打开了妖城司的专用APP 然后对着小鬼开始了扫一扫 随着低的提示声 手机开始自动语音播报 目标结果 探翁 灭绝物种 灭绝时间大约在北疆年间 灭绝原因为妖灵捕杀 后续就是写探翁的体型特征 和技能等等的信息 探翁看着会说话的手机 又是被吓了一跳 而确认完目标信息后的唐卡 一边邪笑 一边搓手 对气调侃了一番 扬言要将小鬼买去黑市 小鬼着实背下的不轻 可就在唐卡一手将他提起之后 便告诉他 自己是不会将他卖掉的 那个婆婆 也不可能再回来了 不过从今以后 我会照着你 你永远都不会孤单 害怕 无助了 然后唐卡又给其起名叫小黑 而看着这样的翻转 小黑也是从害怕 变成了感动 两个大眼睛泛起了泪花 然后唐卡便拿出绣笼 将其收了进去 然后拿出手机 向总部汇报了任务失败 此时到此彻底解决 而此刻已经是晚上了 在城市了某个大型工地上 几个人正一起努力地挖着什么 不大会的功夫 一个大罐子 被几人刨了出来 这个罐子缠着手腕粗的绳子 乍一眼看去和烟酸菜的坛子 没啥两样 唯一独特的就是封口的盖子 上面画满了符文 一群人七嘴八舌地 围着一个物件讨论着 说什么的都有 最后一个类似公投的人站了出来 提议直接打开看看 见没人阻拦 他便向坛子走去 到达境前后 便伸手向裹满符文的盖子抓去 而就在他将盖子掀开 扔到地上之后 他整个人却呆立在了原地 同时 盖子上面的符文也在缓慢地消散 而工友们看到领班站在坛子旁 一动不动 都好奇地询问了起来 可领班却没有丝毫地回应 现状如此 于是大家便一起上前确认 而他们不知道的是 此刻他们的领班蹊跷流血 整个人已经变得骨瘦如柴 他的精气此时正在流向坛中 脸部渗出的血液顺着脸颊 啪哒啪哒地滴落在地上 而此刻围观的工友已到达境前 而他们注定也无法逃离这样的结局 随后就见他们的整个人暴体而亡 现场只留下了他们的工作服 一时间诡异恐怖的气氛 也逐渐蔓延开来 而也就是这个现象发生后的不久 工地上涌出了大批的工友 他们来到现场 却没发现领班老庄 就在他们四处张望的同时 有工友注意到水潭前他们的工医 现场也是一片狼藉 而就这样 大伙全部小心翼翼地将水潭围了起来 而就在这时 水潭中发出了咕咚咕咚的响声 众人都好奇地围了上来 然后就见从水潭中一颗头发 正慢慢浮现出来 而就在付出三分之一的同时 水塔中只见发出冲天光柱 惊得的工友们也都四散开来 随着光芒消散 只见水潭上出现了一个一头乌发的骷髅怪 骷髅怪背上还有着四条铁钉 这应该是封印之物 此怪名为干尸 是由于怨气太重而形成的 可惜十人的惊魄 工友们看清全貌之后 全场先是一片寂静 而下一刻便爆发出杀猪般的叫声 所有工友全部四散开来 一边大叫一边向周边跑去 而骷髅怪这边只见他嘴巴一张 大量的绿色精气开始向他的嘴中汇聚 而这些精气的来源 则是四散开来的工人们 然后就见四散逃跑的工友 此刻全部到飞而回 向骷髅怪头顶汇集而去 最后在骷髅怪的头顶 汇集成一颗巨大的球体 所有人的精气全都流向骷髅怪 随着众人精气的流失殆尽 他们最终全部爆铁王 而骷髅怪这边稀释完毕之后 从坛子上纵身一跃跳了下来 然后仰天发出凄厉的吼叫声 与此同时 他的身体也发生着变化 浑身上下不断地长出新的机体 体型也变得高大壮瘦了许多 这样的变化一直持续着 最终只见他四目散发出金光 变身也就此结束 此刻他的全身也都沐浴在金光之中 他的名字为仁葵 是积攒了上千年怨气的干尸 演化而成 拥有不灭的身躯 还有可是他人灵魂状态的四目 其肉身具有长生和增强灵犀的奇效 仁葵恢复意识之后 一脸疑惑地看着自己的身体 正在他疑惑之际 雨点滴落在其手上 他的记忆瞬间闪现在他脑海之中 那一天同样下着大雨 他遍体鳞伤地被人拖着 向某个地方走去 随后 只见他们将官钉硬生生地 钉入自己的身体之中 自己颤抖着 向人群中的白发少年求救 可对方此刻 却是面带诡异笑容 看着这一切 对于自己的现状根本无动于衷 这一幕便是他生前的最后记忆 仁葵浑身颤抖着 口中声色地念叨着一个名字 然后就听见他极其愤怒地 喊出了一个名字 不安 而下一刻只见他背上的官钉 散发出光芒 他直接咳出一口鲜血 随着官钉的爆发 他脱离般地向地面倒去 此刻他方才明白 自己背上的几个官钉 是限制他吸收精气的 同时他感觉到 有什么东西正在向他靠近 他发动四目技能 随后便看到一个熟悉的身影 正急速地向他的方向而来 他此刻虽然不知道 对方是什么人 但他身体的本能告诉他 要逃 随后人魁慢慢起身 虽然现在他身体虚弱 但他告诉自己 绝对不能在这里倒下 因为他还有找到那个人 他一定要将自己 所经受的苦难 全部还给他 思绪到此的他 全身散发出滔天的杀意 他纵身一跃 向远处逃窜而去 此刻的他 满脑子都是报仇 可能是他强烈的杀意 暂时蒙蔽了他的意识 就在狂奔逃命之际 只见一道强光突然出现 此刻的他 已经来不及躲闪 然后就见一辆 急尺的摩托 直接和人魁相撞在一起 摩托倒在一旁 一个较小的身躯 也倒在了一旁 人魁以为自己遭到了偷袭 然后 看着爬在地上的女人 一时间猜测 这女人可能是来抓他的 可明明是他先 偷袭自己的 结果怎么像是 他受到了重伤 人魁艰难地起身 他发现 刚才暗个少年 从空中一掠而过 他清楚地知道 现在的自己 根本不是他的对手 目前唯一可以保命的 就只有一个办法了 然后 就见人魁开始向女孩爬去 而女孩此刻身受重伤 整个人 也已经是奄奄一息了 人魁来到女孩身边之后 只见他化为千万条绿光 向女孩身体包围而来 然后融入女孩的身体 绿光遍布女孩全身 甚至心脏 随着人魁 融入女孩的身体 他身上的关钉 也随之脱落 而原本昏迷的女孩 随着人魁的融入完毕 原本紧闭的双眼瞬间睁了开来 瞳孔也直接变为金黄色的树桶 至此 我们的另一主角 人魁少女庄小冉登场 而庄小冉也是个苦命的孩子 他很小的时候 父母就离异了 妈妈抛弃了他和爸爸 后来 爸爸也因为身体原因 离他而去 然后独自一人的他 就一直记住在各位亲戚家中 其实也并不是在外租不起房 而是他要努力赚钱 让他那个狠心的妈妈 看看自己并不差 现在的他 在二叔家居住 而他的婶婶 一直毫不避讳地指责他 嫌弃他 同时还有一个 让他意想不到的事 表面看着文质彬彬的二叔 实际却是个变态狂